离一切云律分别 淫于文字相 这放下了 叫我们放下一切云律 分别 云律是第六意识 分别淫于文字相 是加点 八识全部都包括这些中 而云律分别淫于文字相 非历次别有自信 自信没有离开云律分别言于文字 你如何能够在 云律分别言于文字里面见到真相 这叫功夫啊 也就是书 一切幻望 他没有离开真实 他的背后是真实 离开真实 哪来的幻望 幻望是依真实而生起的 永远不离开真实 真实就是实相 而云律分别言于文字 这都是幻想 望不离开真 他有个注解 如上面比喻当中 诸气皆不离近 要知 另一切相 即一切法 这是薄弱精神常讲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一切相是虚幻的 一切法是自信 不懂你 在一切现象里头 不齐心 不懂你 照见啊 观自在菩萨 你们都先进 先进一开端 观自在菩萨 行深波如波罗美多士 这个是什么 他们一切断骨 照见五云皆空 那就是见到五云的实相 那五云皆空 没有一发不空 为什么呢 一切法是五云变现出来的 五云是什么 今天所讲的 基本的例子 大乘佛法里面讲 极为之为 今天就称之为量子 光子 中位子 这些名字 中位子很小啊 科学家告诉我们 一百亿个 中位子 聚在一起 它的大小 跟一个电子一样的 一百亿个 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无法想象 也就是说 一秒钟 它已经生灭 一千六百兆次 这是实相 实相 死是真相 所以它的存在 是虚幻的 不是真实的 真实是 真实永远存在 它不动的 它是刹那刹那刹那生命 生命不停 我们看到这个幻想 不是真相 离 古无相 离 你就见到无相了 极呢 你就见到无不相了 你明白了 这件事明白了 离 你明白 什么叫无相 真的无相 不可得 大般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即 就是 故无不相 这些虚幻的相 就是实相 实相 就是现在虚幻的相 它是一不少二 不得以强明实相 这不得以 但华全是欧约达思较的 这段话全是欧约达思较的 那些虚幻的相